那剛剛透過葉元芝的直播 你也可以發現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昨天呢因為他們重新再投票表決一次 最終表決結果出來說是54比50 那54沒毛病 50有毛病啊 當場這個反而是藍尾 你剛剛聽到不管是洪夢凱也好 或其他藍尾就瞬間發現說 欸奇怪 民進黨應該51啊怎麼是50 再去揪才發現 民進黨立委吳秉睿 是誤投成了反對票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談的是 其實按錯真的是情有可原 只是說是不是你長期以來就是會 等於說螺絲都鬆啦 你們已經碾壓了8年 你對於到底要按這個贊成跟反對 你已經搞不清楚狀況反正就下意識了 李彥秀更提到 他說其實吳秉睿第一時間沒有發現 剛剛葉元芝也說一分多鐘你才自己發現 連黨團都沒有發現 助理也沒有仔細看 講真的楊明哥這好像跟我們之前了解民進黨團 甚至民進黨助理 怎麼好像都不太一樣了 其實昨天這個當然就是一個低級的錯誤啦 但是喔 對於一個資深的立委來講喔 有時候你要知道為什麼 我們常常講說 為什麼那個立法院都要有人舉牌 贊成反對 因為你就知道我們的立委 智商低道喔 要看牌才知道要按什麼啦 剛好旁邊畫面就來了嘛 對啦 因為 不是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難道你今天投票還要看人家指示你才會投嗎 我告訴你還真的 而且看了還會投錯 那你就知道這個立委 大部分的 因為 我必須講喔 從昨天 有去看那個現場直播 你會覺得 哇這簡直是幼兒園喔 那個 韓國瑜在上面 請大家就定位 請大家就定位 再說一遍 請大家就定位 沒有人理他 台下鬧哄哄一片 開同樂會的開同樂會 吵架吵架聊天聊天 沒有人理韓國瑜 這就是我們的立法院 這就是我們國會 你會覺得 韓國瑜根本是一個那個什麼 向日葵幼兒園的院長之類的 你看旁邊現在都有很多這個 堪比悶鍋的舉牌小妹一樣的做法 當然 我覺得這個是 立委每個都覺得自己很大 我為什麼要聽院長的 但是 有時候你就發現我們的立法院 就是因為 每個立委都很大 所以呢沒有人可以指揮他 那昨天其實這個狀況 我必須講吳秉慧委員他 自己要為自己這個案錯來 被嘲笑了這個沒辦法了 他就只能承擔了 那過去也都有發生過類似這種案錯的事情 這個不是第一次 但是 就是 我只能說剛好在這個時間點 全黨又只有你一個人按錯的時候 你就只能變成那個劍靶 但 這種事情 我覺得 整個在表決的過程裡面 不管是之前的盧憲一 不管是這一次的吳秉睿 或者說 像這種表決裡面出包啊 或是怎麼樣的 其實都不用無限上綱 有人講說那個叫 偽造文書罪 怎麼樣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請去告發 請去告發 法務部長不是說沒有人告發嗎 來嘛 那個 不是有很多律師很有意見很多的 去告發啊 你看要不要辦嘛 就辦辦看嘛 好不好 讓這個地檢署進去國會偵查 你就看 到時候就要說什麼 叫司法權去干預立法權 我說 去試看看啊 民進黨那麼厲害的話就來啊 就到這個立法院去把這個監視畫面全部調出來啊 你們可以偵查不公開 立法院會告訴你 我們國會自主 所以 真的都不要 不要把這個事情 無限上綱 這個對整個國會運作沒有幫助 那今天 其實整個案子 重新表決 過了 也就好了 而且民進黨自己也知道自己其次是弱勢 你看多表決一次反而讓你們民進黨立委 多出包 這不是很好笑嗎 對不對 本來 本來你們要嘲笑的是國民黨 結果最後因為這個重複表決 反而讓民進黨出包 那 你就變成是回力鏢又打在自己身上 那當然我還是得這邊講一下 那個吳炳瑞他按錯這件事情 不會因為他去跟主席還聲明 說他的意見與民進黨團一致 那個 會議紀錄就會改變不會 因為很多人都寫說會因此會登載嘛 他是會登錄在那個 立法院公報 會議紀錄裡面會說 吳炳瑞委員聲明 投票與意見與民進黨團一致 他只是要做一個紀錄而已 但是他的表決結果不會改變 而且呢 因為這樣所以吳炳瑞還要被罰錢 就是民進黨團會因為他表決 沒有按照黨團決議投票 還要處分 好像是罰一萬塊還是罰多少錢 所以 其實吳炳瑞蠻倒霉的啦 但是這沒辦法 自己按錯了就自己承擔 那 有人說奇怪那個表決器有這麼難按嗎 其實 有很多人他忘了一件事情 我在研判啦應該是因為 前一次的表決 他們可能是投贊成 然後呢 所以呢他就很習慣的 或者說前一次投反對 所以他就習慣的往前一次走 就發現他是反反 他根本沒有注意到前面的那個牌子是什麼 他就啊 就是 因為有時候 他的位置如果距離國民黨這邊比較近 國民黨後來贊成贊成然後那邊反對反對 然後兩邊聲音那邊唱 然後他就好那就要贊成反對 可能就按錯了 這太吸反射了吧 就其實是因為他根本沒有 沒有心在開會啦 對 沒有專心 很多立委在 院會裡面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啦 真的像葉元智他昨天這樣在直播 看會議在幹嘛的 沒幾個啦 所以我只能說這個就是 每個立委自己要檢討 該做什麼的時候就做什麼 專心投票就不會出這種包了啦 那這個當然就是一個笑料 但我覺得 回歸到立法院整個國會的形象喔 就像剛剛這個蘇惠議員講的喔 就是 立法院當然我必須講為什麼現在還沒有很多什麼法案通過 是因為 總質詢期間不會處理法案 那所以總質詢結束已經到三月底了 所以四月才開始有法案 上禮拜 不是上禮拜 是這禮拜二 才刪讀了這個 這個會期的第一個法案就是那個 什麼行人交通什麼什麼就是如果你 這個人行道上面有阻礙行人的設施可以要求移除 對 已經有法案開始 尤其是民生法案已經開始 陸續的會開始進入討論 你理論上這個後 今天禮拜六嘛 下禮拜二 也會有 因為 那一天他基本上那個 韓國瑜他在處理 院會的這個議程的時候 就早上把表決的東西處理完 休息了 那下禮拜二還有後續的議程 就是一些 沒有爭議的法案會讓他先通過 所以 立法院 他不是沒有做事情 只是說大家媒體上面會比較 聚焦在這種所謂的 這種 有衝突啦 或者說 有表決啦 有這樣的畫面 那當然還是因為 韓國瑜當院長 大家才會關心 老實說以前那種 副議案表決誰在乎啊 就是因為韓國瑜當的院長 立法院的生態改變了 現在是國民黨是多數 民進黨沒有辦法再碾壓 才會變成大家關注立法院的這個一舉一動 那我想 這個不是壞事 包括之前 比如說兩個黨團假動 居然都有人 沒有到 那當然下禮拜要面臨另外一個挑戰 就是 國民黨團有立委要去出訪 那到時候他會不會有一些狀況發生 那這個我覺得每一次 每個黨團自己好好的謹慎的來以對 那如果今天表決輸了你要怎麼樣 這個跟自己的知識交代 我想這個都是各黨團自己要做的功課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也因此 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株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金三角全效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我還是你喜歡吧 我還是在很幸福 下次再見